大家好啊 国族建门对阵卡塔尔啊 其实说这个胜利啊 或者是平或者是负啊 都有机会出现啊 中国男足男子足球队啊 在亚洲杯小组赛啊 就是两年平啊 末轮将对阵提前 建计的东道主卡塔尔队啊 无论就是结果胜利平或者是负啊 都有机会接近这么一个出现的 就是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吧啊 中国队呢 现在就是几分是两半啊 依然掌握着小组出现的这么一个主动权吧啊 中国队主教练啊 就是说啊 杨可维奇啊 在赛前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吧啊 他说就是说这个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啊 把握机会和卡塔尔队比赛 很荣幸 也证明了自己的机会啊 讲这么段话 如果就是中国队战胜卡塔尔队呢 将会有这么一个五分的获得啊 将会获得五分 不论小组另外两支球队啊 就是说这个黎巴嫩队和塔吉克斯坦队 这个比赛结果如何 如果这个国足呢 都将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现吧啊 如果就是国足三连平呢 就是要看小组另一场比赛结果了啊 以及其他小组比赛的情况啊 也有机会见机 即使国足输球 但不是大比分 就是落败嘛啊 在小组 另一场比赛打平的情况下呢 这个中国队仍有可能以小组第二 进行这么一个剑击 嗯 就目前形势来看吧啊 国足想要击这个三分 以及四支成绩啊 就是最好的小组第三啊 嗯 这样的身份出现吧啊 就是 确实不太保险啊 反正就是说 北京时间21日凌晨啊 已经有这个巴连队和这个燕尼队 进行这么一个三分了啊 叙利亚队和巴勒斯坦啊 目前就是积分是一分 但这个莫伦啊 有很大的概率 就是全取这个三分吧 当然了 可能存在同组这个塔吉克斯坦 对于巴黎队打平的情况啊 那么国足打平卡特尔队即可出现啊 但对数就是放手一搏 目前就是两队来说吧啊 这样可能性就是不是太大吧啊 就是说国足呢抱着必胜的决心 对战卡特尔呢 就是从往年交手来看呀 建无场比赛吧啊 国足取得了两胜 一平两负的这么一个成绩啊 就是让人感觉 双方的势力都处于是势均力敌啊 但是这个国足实力啊 比2017年的时候有所下滑吧啊 卡特尔就是在经历过世界杯的这种大场面之后啊 已经就是说不能小看对方了啊 就是说减肥稀别的吧 就是说啊 目前就是国足的训练情况来看呢 就是说 此前因为呃 呃烟伤啊 呃 这个韦诗豪已经恢复了 呃 和血啊 大概将会作为替补的这么一个骑兵出场啊 韦诗豪出场呢 可以提高国足的这么一个前场攻击力吧啊 中国队是否能取得本届压招杯 首个剑球啊 很多就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啊 在这个国足对战黎巴嫩这个比赛中呢 球队在场面上 这种进步啊 队员们也是很有信心的嘛 很有信心的啊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